大家看到我手裡面這部相機 猜不猜到是什麼版本?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開箱的 就是這部Leica Q2 這個Q2不是普通的Q2 這個版本就叫做Gross 即是一個幽靈的版本可以這樣譯 而這個版本跟一本手錶的雜誌 Hodinke是Cross Over的 這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在兩年前Hodinke和Leica 是合作了一部叫做M10P的Gross 隔了兩年 現在就出了這個Q2的Gross的版本 如果大家對這部M10PGross的版本有興趣 就可以在我們的連結那裡看回相關之前的影片 現在做一個小小的比較 本來我就想拿一部普通版的Q2做一個比較 誰知就很好賣 結果呢 沒辦法了 拿一部Q2 但是呢 這部是一部Monocone來的 即是指影黑白的相機 跟大家去比較一下 基本上呢 普通的Q2呢 就是全黑色 白色的字為主 可能配上灰色字 或者是黃色字 後面都是全黑色的 而這個Gross的版本呢 是不同的 很明顯呢 大家看到呢 就是 Leica的Q2呢 從來就沒有出過銀色啦 之前呢 大家可能見過呢 Q1呢 就會有銀色機啦 但是Q2呢 那麼久以來呢 都是出了是黑色的而已 那所以呢 去到Q2的Gross的版本呢 那這個呢 就是鏡身呢 就是銀色啦 那這個是非常少有的啦 那字方面呢 就是灰色和白色的字啦 那非常低調啦 那在皮身方面呢 這個是一個牛皮來的 那一般的情況呢 都是用一些人造纖維啊 作為一個皮身的包裹啦 那而這個是一個軟軟軟 有一點手感的牛皮啦 那我的手感是挺好的 啊 同樣啦 跟著HotSuit位置呢 就配上銀色的HotSuit的Cover在這裡 那整體化很多啦 那些鍵啊 那個快門的速度控制啊 啊 Shutter啊 還有那些Option鍵啊 都是轉了做銀色啦 後面呢 都是啦 轉了做銀色啦 那螢幕就一定是一樣啦 那跟著上下左右OK啊 箭嘴啊 這樣咯 那跟著那個底呢 都是見到呢 是銀色的 啊 這個是這個SD卡的蓋 都是轉了做銀色的 那唯一可惜的呢 就是那個電池呢 它沒有配上銀色底啦 那所以如果底看下去呢 就有一點點怪啦 那其實都是我覺得有補救的方法的 就是說 可能用一張銀色的貼紙呢 貼回到電池裡呢 那這樣就好看了 那這個整體呢 就是這樣啦 那還有呢 就是那個蓋呢 那當然是配上銀色啦 啊 還有呢 就是一條頸繩啦 這條頸繩呢 跟普通Q那個 Q2那個版本呢 是不同的 普通Q2呢 是一個人造皮革的格式啦 那而這個是一個 圓形的積繩 那這個長度呢 大約是 1.2mm左右啦 那剛剛好呢 可以斜背的 應該這個長度 是剛剛可以斜背到的 那都幾方便 這個長度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長度來的 那很紮實啦 很穩陣啦 它跟回兩個皮圈仔 那這個有什麼用呢 就是說 它 你裝了下去 然後才呢 放回那個 背帶啦 而在背帶那裏呢 它這次就做得很像鐵心喔 就 那你看看 有一個寫著Liker的 那這個好像 彈跌他 那樣的物體啦 那其實呢 就是給你呢 那有時候 那些 呃 女士啊 或者是 做開文職的 那很少會做這些這樣的事情啦 那你可以用這個膠呢 來 來捉起這個 這個 ring 扣回到相機那裡 那就不會 整花點指甲 或者整崩點指甲啦 那這個我覺得是 我也是第一次見的 那這件事就 抵贊的 那現在外面 Leica Q2呢 就 一階都是啦 那 不想和人撞機撞款 那 可能選一個 特別版呢 我都覺得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雖然在價錢方面呢 是 高了一點點 但是其實你看看外觀 整體的造型呢 是漂亮很多的 尤其呢 它頂這裡呢 其實不是銀色來的 是一個灰 淺灰色 淺奶灰色 淺奶灰色 那樣的 而這個是呢 是一個pink來的 那我覺得 backpink 可能記得多啦 那黑色的pink 那但是 是這個 這樣的 灰白色的pink呢 我覺得是 相當特別的 那這部 Q2的ghost呢 就是有 限量版的 這個是限量版來的 那這就是 全球限量 2000部的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 HODENKE的 它的版本呢 就再少些 那只有150部的 那一部呢 就會配上一個 Thumbs Up 一個手指弓 在這裡 好握手一點的 那那個也是配上 銀色的 那那個呢 就再少些 150部的 那 假設呢 你就打算會買一部 Q2啦 那你會選擇 普通版啦 還是會選擇 這個 特別版呢 那又為什麼呢 那歡迎在下面的留言那裏 表達一下你的意見啦 那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呢 希望你給個like我啦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